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这就开始咱们学习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什么呢 摩摆引擎 对吧 那学习之前咱得了解什么是摩摆引擎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好吧 那什么是摩摆引擎呢 我们离开摩摆引擎能不能干活呢 对不对 那用它好呢 还是不用它好呢 对不对 那就得看什么是摩摆引擎 才能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 是不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PPP的概念 那PPP 妹子 咱们PPP是怎么定义呢 内嵌在RTMR中的服务器端的交拨语言 是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语言本身定义就定义成什么了 要PPP和RTMR代码混合 有前后代代码混在一起的 那前代代码有可能有RTMRCIS加Scribe 对不对 后代代码PP是混在一起的 也就是我们这种的编程方式 看 这种编程方式 这里边有没有PPP代码 有吧 有没有输出RTMR代码 有 这个大家看得不太清晰 什么呢 看 这种代码 我把这个稍稍改版一下 这就是前面咱写过的一些例子而已 对不对 PP代码对不对 RTMR代码 是不是混着写的 看这样对不对 这是PPP本身的概念 对吧 内嵌在RTMR中的脚本语言 这里就是PPP 对吧 那这种开发方式 咱前面一直在用 对不对 那今天咱学完膜办引擎 就会把这种开发方式给改变掉 对吧 那大家一看到 这种开发方式 不好在哪了 乱 第一个 那一眼看出来就是乱 对不对 乱 当然你编写程序的什么思路清晰的话 也可以解决 对吧 有几点解决不了的问题 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 比如说 开发的时候 在公司 如果你招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想招一个全能的人 太难了 对不对 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都是各司其职的 对吧 比如说你后台 PP写的好 那你就做PP 这是你的强项 对不对 让你做前台的话 有点什么浪费人才了 对吧 如果你架构做的好 你就去做架构 如果你前台页面写的好 你就写页面 对吧 而让PP程序员 就后台程序员去写页面 或者像页面写后台 对不对 基本上的程序都很差 比如说 要成员写的页面 基本上没法看 对不对 又不会太满意的 要美工写PP程序 那全是bug 对吧 又逻辑也不清楚 当然了 像咱们这样的 全能人才也是有的 对不对 但是极少数 所以在公司里边 比如说做一个网站的话 怎么也得分两博 最少对不对 一个就是页面的设计和布局的 美工 咱们叫做 对吧 一个就叫做程序员 是不是两博人 而在这一个程序里边 PP概念定义的 这一个程序里边 在一个程序里边 需要两博人一起采访 是不是这样的 对 那想想 会怎么样 怎么画出图 你看 同样的一个项目 对吧 程序 那个美工 做了一个界面 然后需要动态数据了 他给交给谁 给交给 PP程序员 对不对 PP程序员 写完程序了 然后界面 需要显示 他需要再怎么办 再把它再交给美工 美工 拿到这个数据 再去显示 对不对 对吧 然后一个数据 又需要整合 那又交给PP程序员 看一下 整个项目会在这两拨人之间被踢来踢去 像一个球似的 对吧 那你想想 当美工开发界面的时候 程序员在干嘛 没有界面 他写不了程序 是不是在等待 对吧 因为他俩写的是同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呢 美工在开发界面的时候 程序员是别的单的 没有界面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写的数据 对不对 那这就是开发的时候像一个球一样 稍稍有配合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就会乱呢 对不对 然后让美工人员找在品 而且在美工里边 成员在PP里边写RTMR 对不对 然后成员在RTMR里边找地方 他得写什么 写PTP程序 就非常的乱 对吧 而且他非常耽误时间 如果这是时间轴的话 你想象 这个项目是不是会延迟 对吧 这就是混合开发的不好的方式 对吧 那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 有 什么 就是模板引擎 对吧 那咱们在了解模板引擎之前 咱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模板 好不好 这些大家的概念 对这个比较模糊 什么是模板呢 就是一个页面的板式 或者页面的显示框架 只有什么 样式啊 布局啊 之类的 对吧 内容呢 从数据屋取过来 贴冲的 对不对 就比如说 大家如果找工作 写简历的话 是不是在网上找一个简历的模板呢 对 对吧 这叫模板 然后呢 把那个模板相片换成自己的 名字换成自己的 然后工作经历换成自己的 对不对 是不是那一个板式就有了 那全版比如说有一百个人 那一百个人用同样的模板 是不是里边信息显示一百个人的 但是这个简历用的同一个模板 是有板式样式一样的 对吧 那这里边 为大家打开的几个网站 比如说 这是西浪首页 整体是一个大的板式 对不对 西浪板式 你看 专门显示新闻的 看到了吗 这两个 两个新闻 对吧 看到了吗 两个新闻 界面一不一样 板式一不一样 只是新闻内容是不一样 只是新闻内容不一样 那他们两个是不是同一个板式 对吧 那我有一万批新闻 在这里边有可能有一万批新闻 对不对 是不是都会用同样的板式 对吧 所以开发人员做美工的 只要我做一套板式就行了 而不是说有一万批新闻 我做一万个板式 对吧 那美工设计页面的时候 对于新闻页面就做一个板式就可以了 然后内容从数据库取过来 按照这个板式 该显示的显示 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如果混合开发 你得复制粘贴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当然 比较麻烦 对吧 当然做一个网站 不光做新闻板式 你看首页也是一个模板 对不对 把板式做完了 内容后贴冲 对不对 那二级页面 三级页面 是不是都是板式了 所以一个网站 有可能你做几十个模板 对吧 那这个网站的美工的部分就做了 那需要数据 从服务去收集费了 对吧 所以 这么说 大家不知道理不理解 什么是模板 咱先别理解 什么是模板 已经先理解 什么是模板 没关系了吧 就是一个页面的板式 那以后呢 假如说新美工人 接着说 你去写什么是模板 对不对 那什么 又是模板引擎呢 就是 我们前面说了 这种混合式的开发 不好的地方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 刚才说板式了 说我一个网站 我想一周更换一个板式 对吧 或者我有手机的板式的 模板的 或者我有态度的模板的 对不对 当然那可以是 想要是不举了 那很多种模板 你想要一下 如果这种混合式开发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复制一下程序 然后在程序里边改成多个 对不对 那你换一套模板 相当于把整个程序都重新一遍 对 很麻烦 就知道吗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哪种方式呢 看到了吗 我这里边还有个目录 就把刚才的程序 你如果能分成两个文件的话 你看这个页面只写HTM标签 对吧 他就是美工干活 另外一个页面 只写什么 只写PRP代码 别的也什么都不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文件 你拿过来 看一下 美工写美工的 程序员写程序员的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美工的代码 把个程序代码分开了 这个代码分开了 意味着就把这两拨人给开发给分开了 对 对 对吧 对 那分开了 比如说那怎么能在一起显示啊 咱们说分开了的话 这也不是一个程序了 对不对 所以要有的就是模板引擎 模板引擎就是PRP 咱们编写的一个什么 一个类或者几个类 就是一个小的系统功能 真的吗 目的干嘛 就是将它俩合在一起去 因为咱说PRP是内切而天的代码 对不对 所以呢 模板引擎就是这个作用 就是 这是页面的版式 对不对 这是PRP程序 对吧 模板引擎就是这个作用 什么作用呢 把PRP程序拿过来 看到了吗 然后呢 再把模板引擎拿过来 就是这个模板拿过来 把它两个再合成一个完整的PRP页面 形成一个PRP页面 知道吧 而这个PRP页面就跟我们传统开发的那种页面是一致的 明白这意思吗 也就是你不学模板引擎的时候你就直接写这个 而你学了模板引擎就可以分开写 模板引擎帮你合成这个 明白吧 所以呢 模板引擎别是 现在这个作用稍稍有点了解了吧 不是说啊 什么增加什么功能或者什么的 不是那样 对不对 就是目的就是把代码能清晰的分开 代码分开就能把两拨人分开 两拨人分开工作效率就能增加 对吧 怎么增加了 你看 这是两拨人 对吧 两拨人呢 PRP的程序员怎么的 不用关系页面 对吧 直接在这里边是不是写PRP程序就行了 对不对 那假如这里边是PRP程序 存PRP程序里边可以任何的TMR没有 对不对 那这里边呢 存而TMR 当然了 CSSGS也可以 对不对 对吧 这是美工写的 专门有界面页面布局 对不对 有板子吗 一合成就是PRP 而TMR混合的 这就是什么 原始的 咱们这个截面 对不对 然后显示这个 是不是跟传统网站开发一样了 所以摩托眼球座就是分离两拨人的 能理解这个问题吧 那分离两拨人的好处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 什么 这种美国分开 对不对 那比如说PRP写PRP的前台前台 对不对 如果前台手快的话 怎么的 我可不可以写多套模板 可以 对不对 然后我这个加载哪套模板 PRP程序是不用动 对不对 我可以比如说为手机写一套 为Pi的写套 为电脑写一套 对不对 然后用户显示什么 用户使用的是什么设备 我就让他加载什么模板 然后PRP程序把内容一补充 是不是就出了页面了 对对吧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对 而且咱们做像微博 或者是你的QQ空间什么 是不是都有换皮肤 对不对 其实也换模板 我如果有多套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采用那种换模板的方式 来实现 对吧 这就是我们模板引擎 好处 可以把人员分离 然后人员分离 开发的速度是不是就增加了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有多套模板 这样的话 我们界面有问题 只要改模板就行了 对 PIRP有问题 改PIRP程序就行了 他俩如果混在一起的话 那你想找个位置 是不是很难 改界面的时候 还得排查PIRP程序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现在以后的工作中 你不用模板引擎 基本上发挥不出这门语言的什么太大的特点 所以说模板引擎是你开发中必用的东西 当然了 咱们课上逐渐半官方的东西 Smart 对不对 也会自己定义 大家呢 你可以随意选择 只要你了解模板引擎的作用 会用一种模板引擎 那你学第一模板引擎 有可能用三点 对不对 第二个模板有可能用三个小时 那学第三个可能用三十分钟 对不对 因为了解模板引擎的概念都作用了 对不对 语法很简单 那请看一下 那这个需要知道什么语法呢 对不对 模板引擎是一个类 它这里边有几个在P2P成员可以定乎的方法 不多 你只要记个两三个三五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P2P成员来说 学模板引擎难吗 不难 只要加点类 通过这个类里边什么方法 把数据给模板 然后显示哪个模板 是不是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P2P成员 学模板引擎不难 但是对于美工人员 学模板引擎呢 会稍稍有点难度 为什么稍有点难度呢 因为美工如果接触过程序的还好 没接触过程序的话 这里边也会有一些业务逻辑 什么业务逻辑呢 比如P2P给它的数据 那数据它能一个一个摆吗 如果数据很大的话 它是不是也得便利啊 那它是不是也得学一下循环 对不对 然后对数据也得有一些判断 这就叫做逻辑啊 而对于没接触过程序人的来说 那这些逻辑对它就很复杂 但是对于成员来说 这些逻辑很轻松 对不对 如果美工懂GS的话 学这些逻辑是很简单的 对吧 所以说学模板的人 写模板的人 除了要学什么 要学RTM下一架的碎片的 可以一边布局 样式摆出来 对不对 最主要的 要学模板引擎中的 这些简单的语法 怎么摆变量 怎么设置样式 对不对 怎么去循环处理数据 怎么写一处一句 当然这语法 竟然是给美工提供的 都是极其简单的 不是那么复杂的 听懂啊 那他们两个是怎么合作呢 他们两个在开发之前 先约定好 比如说 两个人坐在会议室上 对吧 当然我换两个人 就代表两拨人 对不对 代表 两拨人坐在这 然后这会还有一拨来 美工 他们俩合作的是怎么办 只需要 他们两个定一些规则 就行了 说美工 先把整个一门 就是比如说 PS图做出来 对不对 那边效果图做出来 跟成员说 说我这里边 哪些地方 显示 动态数据 对吧 从成员要动态数据 然后成员 他就知道了 手约上 我放有心连接 放什么推荐产品 对不对 之类的 然后约定好 放什么变量 是数多也行 是对线也行 是普通变量也行 对不对 约定好 然后名称固定下来 名称固定下来 对吧 这样的话 那美工就可以去干活了 需要动态数据 只要是放在变量就行了 对不对 那平时成员也会干活了 对不对 只要有输出的数据 处理完之后 钱才知道要什么了 对不对 把数据形成变量 依照给他就行了 他不用显示 怎么显示归美工去办 对不对 他那只要做这约定好 这个页面上放些什么变量 这些变量什么类型的 对不对 至于怎么放是美工的事 至于怎么取是成员的事 好吧 这就是模板引擎 对不对 了解模板引擎 一定还要了解模板 对不对 了解模板 还要了解传统的开发方式 因为当你既然学了模板引擎 就会颠覆以前的开发方式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在程序里边 不用模板引擎 发挥不了P2P的开发优势 对不对 所以模板引擎是避讳的 至于用哪个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好吧 咱们会只讲一个模板引擎 就是官方提供 Smarting 对不对 但是不是推荐大家使用的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一课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 对模板引擎的一些疑问的话 可以看看咱们 课这的介绍 好吧 好 好 这一课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给你帮助你帮助我